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岁的上海书城即将于今年12月12日晚营业结束后 闭店重装择日重开 这个满载着上海人回忆的地方将改头换面 以全新的面貌和我们见面 这让我们欣喜的同时也充满了不舍 步入上海书城 我们发现不少书架几乎已经空无一书 原来得知书城将于12月12日开始闭店重装的消息 或少市民顾客都想趁着闭店前来多买些喜爱的书籍 存些精神食粮 事实上自1998年开业以来 上海书城不仅是市民们买书购书的天堂 也是上海多年来文化发展的见证者 上海书城整个23年跟我们出版史的蓬勃发展 也包括我们的唱片业的蓬勃发展 包括我们影视业的蓬勃发展 它是同步的 对我记得这里因为有专门的区域是以前卖黑胶唱片 卖CD等等 还有我当年刚毕业在音乐频道工作的时候 都有歌手的这个出的专辑在这边签售 然后我们栏目的书籍也会在这个相应的就是音像制品啊 等等区域进行签售的活动 是的 是的 您记得非常清楚 那些年 作家 歌手 演员们 办书籍或者唱片签售时的首选递名单里 一定就会有上海书城 现在江总带我们来到这块区域呢 目前是儿童主舞的区域 但是曾经对我来说是有就是深刻怀念的意义的一个地点 因为我们在这里做过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首届的那个DVD的签售活动 就在这里对吗 对的 但我印象已经模糊了 就是那个具体的位置我已经模糊了 那个时候整个六楼是音像卖场 这里拥有一代人无法忘却的文化记忆 所以它的童装自然也是万人瞩目 所以那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它究竟会关多久呢 大概 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前面的准备工作还在做 比如说关于它新开了以后 它里面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地比 它的业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有哪些的服务 有哪些的功能 这个是一个前期的策划 然后呢也包括设计工作 其实还没有最终完成 那么因为种种的原因呢 就必须得临时先币点 所以要等前期的策划设计都完成了 我们才能相对比较确定 它究竟什么时候重开 那没关系就留一个悬念吧 好的故事都是猜得到开头猜不到结尾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不会跟读者告别的 我们也会通过线上的平台 通过我们的官方的微信 读者需要我们做到的服务 一点都不会缺失 江丽也告诉我们 闭店期间他们也会设立临时的售书地点 书民们还是可以方便地买到实体书 而这里的书迷顾客也得重装重满期待 可以说读书爱书是不少上海市民不变的习惯 一张照片没带来 93年的时候 98年的时候在这里举行开业文艺 对 您当年就在书城刚刚开业的时候就有关注到 我一次是关注书店的 我都就喜欢看书店 我家里面没什么东西都是书 都是书 大概两三个星期会来一次吧 重新修复之后的上海书城 你对他有些什么样的期待 或者说你希望有哪些调整吗 我觉得重新出来的话 我希望有那个像喝咖啡的地方 是吧 我能坐一坐 就自由阅读的空间 对的 要有能充电的地方是最好的 就是没有什么要改的 就是书店就是书店 我没有必要为了适应现代的需求 去变得更现代化 对于上海的市民朋友来说 上海书城23年 陪伴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谁家的孩子不是从五年中考三年模拟 刷到了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这里可能有我们少年时代买到的 第一套金庸 第一本张爱玲 也可能是我们工作之后忙里偷闲的 村上春树 东野归舞 或者是墨破桑 或者是林语堂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我并不相识 但是我们曾经在同一排书架前助力 我指尖划过的书页 有你昨天闻过的墨香 而上海书城随着时代的变迁 也需要以全新的姿态和面貌 和大家再见面 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的相见 那个时候这里仍然有书香 而来到这里的人们 仍然有着爱阅读 爱生活的模样